字幕君為視職 天台教官當中 诸位法师慈悲 陈会长慈悲 诸位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 请放长 那么我们这次的课程 是跟大家共同的研究 天台中的教官纲中 那么在讲这个课程之前 我们先简单的说明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教官纲中呢 基本上我们学佛的方式 有两种主要的差别 一种是以佛为师 第二种是以法为师 什么叫以佛为师呢 就是如果我们生长在佛陀在世的时代 我们跟随在佛陀的身边 佛陀一念得清净的大悲心 他有广大的方便力 所以一言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 所以我们在佛陀的身边 我们不需要学习太多的佛法 因为佛陀就是法 而且他能够把一个通读的佛法 透过他的智慧的散角 能够转成我们个人化 需求的佛法 比方说空性的道理 空性它是一个通读的概念 但是每一个人对空性的认识是不同的 每一个人对空性的契合 有些人适合从无常的方式去入 有些人可以从阴眼的角度切入 有些人可以直接从心性切入空性 三个不同的角度 但是我们不知道哪一个适合我们 那你如果生长在佛陀时代 他会知道的 他能够精准的掌握你的需求 所以你在佛陀的身边 你什么都不需要操心 佛陀告诉你怎么做 你就依教奉行就可以了 所以生长在佛寺是非常吉祥的事情 佛陀有很多的方法 来启动你的善根 所以佛陀是最圆满的善知识 但是当佛陀入面以后 学习的教法进入了 从正法转成向法跟末法 这个时候佛教界进入了一种 有法无人的时代 佛法还在佛陀不在 就好像一个医院 里面有很多药 但是医生没有了 那么作为一个病人 他到医院去取药的时候 有很多药 但他不知道他适合吃什么药 大家就只好怎么样 就碰印去 跟着自己的感觉 抓到什么就吃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到了向法 末法时代成就胜到的人少了 也不是说他善根差 因为没有人能够帮他 启动他的善根 他根本不知道他抓到的法事 他适合的或者不适合的 所以这个时候 历代的祖师 虽然不能完全代替佛陀 但至少他必须要 挽救这个 有法无人的过时 所以宗派的建立就必须怎么样 为佛陀的一代使教 做了一个叛教 就变得很重要 那么这个时候 祖师就必须要负起责任 把佛陀一代的使教 做一个整理 到底佛陀说法 是不是有一些诡则跟章法 让我们后世能够根据这个诡则 我们也能够找到自己相应的法门 所以这个历代祖师就叛教了 为师宗 天台宗 华言宗 禅论宗 每一个宗派都各自出来叛教 那么当然这当中 在中国佛教 1500年历史当中 影响佛教最深 也最深受欢迎的 就是天台宗的叛教 天台宗的叛教 那为什么受到中国历代 修学者的重视呢 我个人觉得他有三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 就是他的一个精准的调理法 智德大师呢 他用三种调理 来整理佛陀一代使教 第一个 他提出了 从教理的浅身赤地 他开出了障通别言 让你知道说 佛陀的教法 从浅身来说 是可以做四种归纳 第二个 从佛陀的表达方式 就同样一个道理 佛陀可以直接地表达 也可以婉转地表达 开出了 顿见秘密不定 第二个调理呢 就是佛陀 说法的方式 他是怎么表达的 这个也是关键 第三个 佛陀说法的时机 佛陀为什么 这个时候说这个法 那个时候说这个法 他的一个前后的赤地 就是五十的判事 所以智德大师呢 他从佛陀的教法当中 建立了三种调理 说法的浅身 说法的方式跟说法的时机 建立一个立体的空间 我们从智德大师的三种调理 我们可以隐约地知道 佛陀说法有一个诡则跟章法 你就知道你的定位 你在这三种诡则当中 你个人的定位在哪里 你就很快知道 你应该怎么走 这个就智德大师的叛教 他第一个特点 他精准地掌控了 佛陀的三大调理 第二个 天台的叛教第二个特点 就是他的生活化 我想有些教法的修学 是偏重在静中修的 就是在佛堂可以修学 但是离开佛堂 就不一定能够用得上功 但智德大师他的叛教 他的教官 他能够让你在佛堂的修学 跟日常生活的历练 可以完整地结合在一起 他能够把坐中修 跟立元对境修 能够做一个整合 这个到了我们看天台教官就知道 这是他高明的地方 因为我们一天当中 在佛堂的时间少 我们在佛堂以外的 跟六成接触的这些 人事的历练的时间多 所以你怎么样 把佛堂内跟佛堂外 做一个整合 就变得很关键了 所以第二个 他能够把高深 唯妙的佛法 能够把他跟生活结合在一起 这是他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 他可以把佛法简单化 他认为所有的法门 其实你只要抓紧一个 核心思想就好了 就是你一年明了的心 就是说 你跟外境接触的时候 你当下是什么心态 很关键 所以天台中 是整个历代的祖师当中 唯一提出观心法门的 他认为说 外境太广 佛法太高 但是心态 是你最能掌控的 所以天台的教官 他记住三大特色 调理化 生活化 简单化 所以在整个智者大师 叛教以后 经过一千五百多年 历久不衰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 寿命有限 佛法无穷 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 把佛法读过一遍 但是如果我们学习的 天台的教官的 叛教的规则 你就能够整理一出一套 佛陀说法的一个章法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让佛陀的功德 重新的出现 即便你生长在末法时代 等同相似于 正法时代 如果你懂得天台中 这个系统的操作 你可以让佛陀还原 就像是跟佛陀出世一样 你可以挽救 末法时代 有法无人的过失 也就是说 你不太需要什么善知识 这条路该怎么走 前面应该怎么走 哪一个地方要转弯 哪一个地方应该休息 哪一个地方应该怎么样 你清清楚楚 你可以自立 你也可以用这套系统 来引导别人修学 所以我们不可能把所有佛法都学过 但是我们可以掌握它的一个 佛法的一个诡则 这个就是我们写的天台教官的叛教 你掌握这个规则 你很快知道 你现在遇到障碍 你应该怎么办 你是直接冲过去 还是退下来 然后再转个弯 它有很多的善巧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学习天台教官 我们可以 让我们自己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法 好 我们看讲义 江树此义大科分五 我们要花明天台教官的法义 我们总共有五大科 第一个 我们跟大家谈一谈天台的法脉传承 一个叛教的成立 它不是一个人一生的智慧可以完成 这当中牵涉到六个祖师的努力 才让天台中的教官慢慢的 慢慢的更加的完美 更加的契合后世 从一个很高深的道理 它经过历代祖师的这种努力 然后变成一个很生活化 很简单化的一个操作模式 这当中牵涉的天台中有六个祖师的 它的一个努力的过程 我们必须把它解释一下 饮水师眼 第二个 我们跟大家谈谈天台教法跟官法的宗旨 先简单掌握它的核心思想 再进入管大的天台教官 第三我们随文实义 我们就第三就正式的随顺 教官纲中的文字解释其中的义理 第三是我们的正中分 第一是我们来解释法要 我们以一个简单的讲表 来总结天台教官的一个修行的要义 把它做一个总结 第五个 我们起一个偶一大师的寄送 把这一次整个天台教官的内容 做一个完整的回顾 就是总共五段 我们先看第一段 天台的法脉传承 那么这当中牵涉到有六位大祖师 我们先看第一段 就是对天台中启发的一个 第一个祖师 我们请合掌先看第一段 福玉明天台中之教义 须远速龙树菩萨 龙树菩萨造大智度论及中论 于中发明三智实在一心中德之要旨 那么天台中的整个教官的建立 最初的一个启发者 就是龙树菩萨 我们解释一下 佛陀在世的时候说法 那是大小奸虹 佛陀是一因引说法 小者闻小 大者闻大 个人得到他的理解 那佛陀灭度以后 没有人有这个本事 那么这个时候就各自发挥 就进入所谓小乘的不派佛教 因为小乘法为什么新生 这当然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他得到国防的支持 第二个得到学者的赞叹 因为小乘佛法是失忆尽 容易理解 所以佛陀灭度以后的最初一百年 是小乘佛法新生 大乘佛法衰微时代 一直到龙树菩萨的出现 龙树菩萨是整个佛灭度以后 把大乘佛法重新 把它带动起来一个最重要的祖师 所以他称为八宗共主 所有的宗派都是以他做祖师 那么龙树菩萨 他在弘扬大乘佛法当中 有两个很重要的著作 一个叫大智度论 一个叫宗观论 这当中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话叫做 三字实在一心中的 那么在佛法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今天想要成就佛陀的功德 有一个很核心的思想 你必须记住佛陀的智慧 就是说你必须有佛陀的心态 你才有办法有佛陀的外在的功德 因为心态决定你的状态 那么到底佛陀面对事情 他是怎么想的就很关键了 你看心经上说了吗 三字诸佛 以波雷波罗密多故 得阿妙多罗三妙三不得 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 他为什么成佛呢 他不是靠布施直戒禅定而成佛 他是以波雷波罗密而成佛的 因为他成就的佛陀的智慧 所以他才会有佛陀的功德 那么作为我们印第的修学者 我们探讨佛陀的智慧就很关键了 那么什么是佛陀的智慧呢 龙树佛罩贵纳成三种 三种智慧 第一个一切智 观一切法空 照真地理 第二个呢 道种智 观一切法的假名假象假样 假官 假名假象假用的假官 观俗地理 第三个是中地理 一切种智 空有同智空有外 所以龙树佛传 他的成功就是说 他可以把佛陀讲这么多经论 他把它会归成 一切智 道种智 一切种智 就是空假中三观的意思 那么这三种智慧 当你在心中同时出现的时候 你的心就跟佛陀的心 就同一个心态 那么这种智慧呢 他等于是远离当种过失了 远离的凡夫的左右 凡夫的颠倒直取啊 他喜欢追求有样的有象的事 他喜欢美好的东西 也远离了二证人的偏空 二证人是把所有的相撞 一盘否定 把生命的价值完全的放弃 一个是左右一个偏空 所以罗夫菩萨的三观智慧 他可以把这个 一个人带到一个 中道平衡的概念 我们可以对人生的一眼 我们不贪着 但是我们也不排斥 因为你可以借向修心 你不能够着向 但是你可以借向 所以罗夫菩萨的中道思想 他等于是建立一个 大圣佛法的核心价值 我们对人生 不能过度的追求 但是你也不需要 淫昧的排斥 他对你也是有价值的 如果你善加利用 你的顺境逆境 对你的真相是有帮助的 你不一定要远离人群的 因为人生的假象 没有好坏 损意在人 就像偶尼大师说的 他就像一个宝石 你操作失当 你的手就被宝石割伤了 你操作得当宝石 他就是一个珍宝 他会让你富贵 所以 罗斯菩萨提到提出三次的概念 把空甲中三观 离清出来的时候 他建立一个大圣的核心思想出来 当然这个地方 也就影响了天台中的主事了 我们再往下看 看第二段 其后北齐惠文禅师 读中论云 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一名为假名 一名中道义 恍然大悟 碎开空甲中三观的指观法门 那么严格来说 天台中的出主 应该指的是惠文禅师 惠文禅师他读龙树菩萨的中观论的时候 他有一句话中观论讲到 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一名为假名 一名中道义 这个因缘所生法 就是我们的所关键 包括你今生的 所有的 面对的人事的因缘 成败得失 都是假借因缘 都是因缘借来 当然 如果你今天借的因缘 是一个罪业的因缘 那你遇到是一种痛苦的感受 如果你借的是一个善业的因缘 那就是快乐的感受 那么这么多因缘 我们怎么观察呢 龙树菩萨说三个角度 第一个 我说即是空 这个我是龙树菩萨 龙树菩萨是拔地菩萨 所以他这个我说 就等于是佛说的意思 从他的本体来看 是空性的 从他的作用来看 他有他暂时的 假名假象假用 从他的一个平衡的角度 他是空有同时 空有无外的 中道思想 所以慧文禅师 听完这个寄送以后 他就建立了 一心三观的直观法 所以天台的教官 他的最初的核心思想 是从一心三观开始 一心三观 我们先谈一心 再谈三观 天台那种概念是认为 因缘太复杂 你射入阴言 你就失去的方向 因为我们这个阴言是 无量节的生命的业力 变现出来的 他是没办法处理的 所以他把阴言 要七分以下 分成外阴言 跟内阴言 他认为说外阴言 你别碰 因为它不是重点 它是一个字幕 你要注意你的内阴言 就是心 所以他把阴言 分成内心跟外境 他认为内阴言 是主导外阴言 你希望明天更好 你就要注意你的内心世界 就是说 事情本身不是重点 而是你面对事情 你用什么心态 这很关键 因为他的相续 会创造你未来的 会主导你未来的生命 所以他认为说 你把内心观照好了 外境就 他就 很正确地显现出来 所以这个观照 这个地方有调伏 有引导的意思 所以天台中就是 看到事情 他就关心自己 关心自己的内心 极空 极甲 极重 当体极空 当体极甲 当体极重 比方说 我们举一个例子 我们想了解生命 生命就很复杂了 那么 你用 你现在管理这一念心 你就知道你的过去 也知道你的现在 也知道你的未来 你看 比方说 你前生是个男人 今生变成一个女人 好 我们从观心的角度 因言所生法 我说极是空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人生的本质 本体是不存在 因为你前生是个男人 你有男人的外表 有男人的思想 你现在变成一个女人 你变成一个女人的思想 女人的外表 所以 我们找不到 一个恒常不变异的东西 你前生的外表 并没有留给你现在 你前生的思想 是个男人 那是一个 成家立业 你变成女人 相夫教子 这个思想完全不同 所以我们找不到 这两个本质上 有什么连贯性 所以 从本体来看 是空性的 但是 从作用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 今生的生命 跟前生的生命 在作用上有连贯性 你今生的烦恼的厚薄 你善根的浅身 你的喜好 也受了前生的影响 就是他显现出来的 假名 假象 假用 有他一定的等流性 所以 一名为假名 如果你稍微看你的内心世界 你会知道你前生 喜欢做什么事 有些人喜欢布施 你前生这方面的夜 布施的夜造得多 布施的善根深厚 所以我们从今生的等流的作用当中 我们也隐隐约约约知道 过去生 我们做过什么好事 也做过什么坏事 这个就是假惯 从你内心的活动向状 你可以推入过去 当然你也可以推入你未来的结果 明阴四果 就像水流一样 你这个水流是怎么回事 你可以列推 从等流性 你可以知道上游怎么回事 如果你不改变 你也可以列推 你来一生是怎么回事 下游怎么回事 这就假惯了 那么你把体性的空性 跟作用的音源的假象 结合起来 就是纵观了 所以你把你的内心世界深层一看 你的过去未来 现在看看清清楚楚了 什么叫过去 它在你的内心里 有留下一些痕迹的 所以它体性已经消失了 但是它的过去 已经跑到你内心世界 存着一种潜在的功能 如果你稍微仔细一下 你会发觉你不是今生才有生命的 所以我们从观星角度 我们可以了解过去 我们可以规划未来 我们更可以把握现在 做一些调整 所以天台的教官的最初的一个思想概念 就惠文才能师的观星法门 一心三观 奠定了整个天台中的观法 就是 人生太复杂 寿命太短暂 你唯一能够掌握的就是你的内心 你掌握你的内心 就掌握你所有生命的音源 在天台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好 这个是我们看到天台中的初主 它奠定了天台中的观法 我们再看它的二主 惠文禅师 它的一个发挥 看 那么这个地方有三段 我们先看第一段 惠文禅师 以观星法药口授南越惠思禅师 惠思禅师于骗亲禅德 广学磨合眼后 长居临眼 专送法华 精行修禅 好的 那么惠文禅师 他从中观论体验出来的一心三观 所谓的观星法药 他是口授给南越的惠思禅师 他等于是他的法子 那么惠思禅师 他在得到这一心三观以后 他自己修学 他又参访很多的其他中派的大德 也广学大政的经典 一方面 在极境处修行 一方面送法华精进行修禅 惠文禅师 他的第二个贡献 他开始引进了法华的思想 我们知道 惠文禅师的 他的教官的思想 主要来自于中观论 他是比较耳药的思想 但是法华精就不一样 华华精是一个很庞大的臣佛之道 所以 他这个时候已经为未来的天台中的教法 我们讲到惠文禅师是电力的观法 惠思禅师 他从前面的依旨中观论 而转成依旨华精 这个将对天台中有很大的影响 尤其他的教法的判施 对智德大师的影响就很大 他开始送华华精 也就是说惠思禅师的一个最大的贡献 他成功的把一星三观的思想 跟华华三昧的思想结合在一起 那么这一点对后面的智德大师 影响非常大 我们再看 这个段是他的师程 我们看他的一个进修的一个突破 看第二段 后于一下安居中 咒则驱持僧事 夜则坐禅达旦 于初三七日 引动八处发根本禅 应见三身行道之机 至下尽受岁 将欲上堂 乃感叹曰 习佛在世久寻圆满 正道者多 无今虚受法岁 内窥身矣 将放身矣毙 豁然大悟弃正法华三昧 那么 慧师禅师 他一方面传承慧文禅师的一星三观 一方面 他融入了华华的思想 然后他就找一个寂静处 就进行修禅 这当中 在其中一个节下安居的时候 九十天的用功 他白天就为深重坐物修复 晚上就打坐羞耻官 那么经过了三七日的时候 引动八处发根本禅 八处是从一界定到味道地定 那么从味道地定要入根本禅中间 你的身体会有变化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一个异界的色身 那是一个出众的地水佛风世大 但是出产 它是一个色界天的 的一个功德 它的世大特别精妙 所以你从异界的色身 要转成色界的色身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 它那个变化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种气场 这个气场周聘身心 让你身体有很大的触动 然后非常的发喜快乐 引动八处 所以这个从味道地定要到出产的时候 一定要经过八处 所以八处过后 它出产就成就了 那么出产成就以后 当然就有神通了 它从神通当中看到到过去是三身行道 它三身都出家人 用功的行道 那么 这个是讲到它三七日 然后它继续用功了 到九十天圆满的时候 他准备解架案件要圆满 要受这个结盟法的时候 他要上殿之前 他就感叹 这感叹就带有惭愧性的感叹 他说佛在世的时候 佛地怎么九行用功 很多人神就胜到 他就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他说我呢 这个九十天用功下来 除了得到出产以外 什么也没得到 吸受法税 就非常的惭愧 那么他的这个禅定的定力 跟官慧加上惭愧心以后 不得了了 他要把身体放下 要下座的时候 豁然大悟 弃正法华三妹 我们知道 前面的慧文禅师 是开启了一心三观 而经过慧师禅师 跟华华经的应证 开启以后 他从一心三观 而提升到 广大的 华华三妹的思想 这个是他经过九十天 得到一个很大的心得 那么这个华华三妹 他的境界有多高呢 后世的叛教 他等于是言教相识味 已经断了见识烦恼 了分断生死了 但是你别忘了 他是言教 言教人在修行的 那是日节翔辈 你掌握法华经的思想 你掌握新三观的时候 你们两个同样的烦恼 同样的业障 但是你一直法华经去修学 你的超越 是每一天看得出来 因为你方法操作都对 就像说我们今天去当套 那你不用跑的跑过去也可以啊 你骑脚踏车也可以啊 但是你开一个很好的车子 就一下子就到了 所以 同样的烦恼跟罪业 在佛法来说 那根本不是问题 佛法的进步快慢 跟烦恼根本没有关联 关键是你掌握一个正确的方法 很关键 因为黑暗永远不是光明的对手 问题是你的光明有多大 因为我们无量节来 每一个人流浪到现在 你现在的业障 跟他的业障 操表太多了 你说我今生没有造罪 你今生跟无量比起来 那今生是一个小水滴啊 跟阿拉也是这个大海来说 你今生小嘴这是亲近的 那算得了什么呢 关键是谁能够把阿拉也是改变 那这个就是方法的问题了 这不是体力的问题了 所以掌握一个正确的方法 就很关键了 就是华华心讲 趁你今天做的是大白牛车 你今天做的是洋车路车 就不一样了 所以诸位 有些人进步慢 不是你不够努力 而是你不懂的方法 也不是你阅障重 其实大家阅障重 差不了多少 是吧 但他掌握一个正确的方法 因为阅障本来就虚妄的 达妄本空之正本有 我们今天不是说 今天谁的心有多黑暗 关键是谁能够启发光明 学活的关键成败在这里 所以 会是禅师 他把绘文禅师的一心三观 跟他华华心的心得结合在一起 他启动的信中第一道光明 成就华华三昧 成就言教的相识味 那么再想看到最后的红话 最后一段 自是以后 所闻之今 不宜自解 后驻大臣只观 奠定台中教义之基础 那么当然 他成就华华三昧以后 他的心 跟别人不一样 那是一文千物 所闻之今 不宜自解 他做了大臣只观 奠定天台中教官的基础 了分段生死 如果你用无常观来修 用小镇的观法 观无常 观人生的变化 从变化当中 我们确定 人生是不安稳的 所以无常顾苦 所以人生是充满痛苦 因为你没有得到一个安全感 人生没有安全感 你说你为什么没有安全感 人生本来就没有安全感 因为你今天跟昨天就不一样了 你不知道你得到的东西 什么时候要失去 这跟福报没有关系 有钱人也没有安全感 所以 从没有安全感里面 人生不安稳 所以定立做苦 无常顾苦 苦其无我 所以你人生你没有掌握权 所以无我 你没有办法阻挡人生 那是业力所变现 那是业力说了算 不是你说了算 你现在能够说了算 那是因为你有福报力 你有一定福报想尽的 你试试看 你一杯水都喝不下去了 所以无常顾苦 苦其无我 所以无我即空 那么你遵循这个小镇的道士地 修下来 立根三生 顿根六十小节 两分段生死 但是自慧师禅师的 一心三观跟法华经的结合 他九十天两分段生死 九十天 你就是到方法多重要 这突破障碍不是体力的问题 是智慧的问题 好 我们看到 慧师三世的成就 他把一心三观 结合了法华经 当然 一心三观跟法华经 对智德大师 的确是有很大的启发 那我们现在看 影响天台教官最重要的主持 就是天台的智德大师 这个地方有五段 我们先看第一段 请合掌 智德大师 从慧师禅师学 思曰 昔日临山同听法华 夙缘所追 今父来以 即是普贤道场 为说四安乐恨 天台智德大师 从慧师禅师学 这个地方有个过程 我们简单解释一下 因为它影响到 他后世的发展 智德大师 他是在一个湖北的 一个乡下的一个道场 叫做果宴寺出家的 他拜了一个老和尚 叫法西法师 那个时候法师已经六十几岁了 那么那个时候 乡下道场都贫穷了 都要工作的 白天到田里工作 晚上收工以后上完店 当然大家累得睡觉了 但天台智德大师他不是 有些人他想说 反正音乐不具足 那就随眼吧 有些人他就是 我一定要怎么样 用愿力来取代业力 所以天台智德大师 他忙完以后 他勉强自己到图事馆去看书 虽然看不懂 但是他还是心生好耀 那么这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叫汇矿历史 这个矿 就是矿客的矿 左边一个日 右边一个广 汇矿历史 跟法系法师是同参道友 但是汇矿历史他比较年轻 他大概四十多岁 汇矿历史 他晚上也到图书馆看书 他就注意到这个小沙咪 他看书的眼神 跟一般人不一样 充满的耗耀 充满的专注 他第二天就跟他师父说 说你这个小徒弟 不是一般人 是法门农相 他不是你能教化的 法系法师也很不错 他说让我一帮帮教 那你帮我教我好了 就请汇矿历史把智德大师带走 汇矿历史那个时候 就把智德大师带到的大玄山 他教他两个东西 第一个叫他戒利 基本的戒利 出家中的身口意的威仪 第二个叫他大乘的方典基点 基本的经典 当然还没有教到那么高升的花花经 金本的金刚经 这些基本的概念 破障的概念 但是这个时候没有进入佛法的核心思想 这种中道的一心三观的思想没有 那么智德大师跟汇矿历史学了四年 从18岁学到22岁 打下了大乘的基本概念 中观为师的概念 空性延己的概念都有了 当然他还没有办法做一个整合 那么四年后 汇矿历史他觉得他已经没办法叫他了 尽传所学 所以汇矿历史呢 就把22岁的智德大师 带到的当时最有成就 修正最好的一个叫汇师禅师 就递到大书山 去亲近汇师禅师 那么汇师禅师 他在课堂第一眼看到智德大师 智德大师当时才22岁 刚售完剑没多久的比丘 汇师禅师已经是 五六十岁的一个老法师了 他看到智德大师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话说 他说佛在世的时候 我们一起在林山 同听伐伐 因为过去的夜眼的牵引 今天又再见 慇师禅师跟智德大师 以前是佛在世的时候 华华会上的其中一个菩萨 所以这个时候 慇师禅师觉得 他有这种华华心的善根 就为他安置的修行 华华上面的两个重要的方便 第一个 帮他安置一个道场 普贤道场 就是以普贤菩萨为本尊 他有各式的摆设 第二个在刑法上 遵修世安乐行 法华经有一个叫世安的恨品 讲到你修法华经的一个准备 第一个 愿安乐行 你要有广大的愿力 不求人天佛标 不求个人的解脱 唯一唯一第一地 法菩提心 为利友情 而成就佛道 愿安乐行 第二个生安乐行 你要远离生悦的十种过失 沙道淫 远离怂种种的热闹 远离攀岩 远离沙咪小鹅 你要跟小孩子保持距离 口安乐行 远离两舌其以望远二口 一安乐行 遵修止观 对峙散乱跟颠倒 那么这个时候 他等于是直接就为他安排了修法华经的这种 整个仪轨跟刑法 我们看智德大师在修学当中 他得到什么心得 看第二段他的修正 于是精进行道 今二七日 诵法华经至药王菩萨本世品云 诸佛同赞 是真精进 世民真法供养如来 身心豁然 急而入定 迟因进发 私师探约 非而扶正 非我莫世 所入定者法华三昧前方遍也 所发持者初玄陀罗尼也 纵令文字之师千群万众 寻辱之便不可穷矣 于说法人中最为第一 好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再把解释这段 智德大师的修正